好 持續看到俄國在烏克蘭陣受阻外界 擔心是不是這個戰略可能會越來越極端 那麼在先前其實看到普丁在出席一個活動時候 這是一個桑禮 我記得是一個桑禮 那當時他的旁邊的隨乎可以看到手上提的一個公示包 就是我們紅圈這個地方 好 這個俄國的紅星電視台 公開核武手提箱內的一個內部構造 它的尺寸看起來跟筆電是差不多大小 那麼普丁的貼身軍官攜帶帶有一排數字 鍵盤 而下方在這邊可以看到有四個按鈕 白色的這個按鈕按出去就是發射 那麼透過箱內的閃卡就能夠遠端的來控制核武庫 好 大家為什麼這麼害怕死亡之首 俄羅斯擁有強大的核武裝備 核彈炮 核魚雷 戰略轟炸機等等 那麼最終極的就是死亡之首 讓全球世界恐懼的核武幕後系統 這是1985年在蘇聯時期建造半自動化 檢測到世界發生核戰 其俄國領導層被炸毀 那這個時候系統就會指引俄羅斯核彈 進入到所謂的戰備狀態 並且會向全世界主要的城市來發動攻擊 這大事故 對 這個如果按下去那就無法收拾了 因為這個核子武器 這不是拍電影的 對 因為這個核子武器 它有一個戰略最高值的 你叫相互保證毀滅 就是說這個不是 它有第一級跟第二級的 甚至還有第三級 那麼就是說而且它這個主帥 它都會躲到這個最隱秘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因為它這個真正的反應時間不多 大概只有十幾分鐘 所以它要做很嚴重的決定 因為對方已經打來了 那你要打回去 然後等這個所謂陸基的 或者空基的這些發射的核炭 都發揮效用 它還可以繼續生存的話 要相互保證 還有一波就是核子潛艇 在深海裡面的 它會突然在核子潛艇裡面 就再繼續發射 也相互保證毀滅 所以它是用毀滅 這是一個終極的 那是終極的毀滅 而且以現代這種核子彈的能力來講 現在這種氫彈 或紫子彈 或什麼這種 它是可以把這個地球毀滅好幾次的 所以那個真的是 我覺得除非真的完全 怎麼講呢 喪失理性才會走到那一步 那麼事實上我不認為 俄武戰爭會走到那一步 因為俄羅斯還沒有用盡 它所有其他的能力 那今天它連基輔 沒有一顆沒有一顆飛彈對準折連斯基 對 它可以追 它有很多打法 那麼第二次世界戰打法的話 那就是兩三百萬人的會戰都有 那麼還有就是說進入工程戰 那就是說各種武器都拿出來打了 那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還有很多武器 沒有 那其實美國方面很多報導 他說用核武器 其實他們是限定在所謂低當量的核武 也就是可能它是大概三千到五千噸 TNT的這樣子的爆炸的量的 這種的核武 它可能在 它知道你這個範圍 方圓 方圓 比如說 這個 一平方公里好了 裡面有一個大部隊集結 它一顆低當量就把你全部消滅了 那不是要造成這種 像這種 真正核武戰爭的這種 戰略核武這種爆炸 而是低當量是戰術使用的 戰術核武它可能會使用 那麼美國一直講說會用化武 其實前一陣子俄羅斯講說 我手上已經沒有任何化武了 他說我已經按照化武條約的 我已經銷毀了所有化武 所以我現在沒有 他說 現在世界上有化武的只有美國 所以 而且我也不太認為 俄羅斯會在這樣子的戰爭裡 公然使用化武 因為化武現在是 等於說是禁止使用 那是一種戰爭罪 不會明白的使用戰爭罪 而且這種化武 那麼事實上的話 俄羅斯跟烏克蘭這麼接近 你這種化武留下的後遺症 也不止你嗎 我也會被遺症 也會有後遺症的 像美國在二次大戰 不是在越戰的時候 丟在越南這個局際 到現在那個地方小孩生出來 這個機型的比例還蠻高的 那為什麼美國會在越南丟 因為它離它國土很遠 天高紅地遠 對你不可能 你不會用在加拿大 你也不會用在墨西哥的 因為這些東西也離太近 所以俄羅斯我認為 用化武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 那只是說 為什麼現在在旁邊看戲的人 一直希望這個 戰爭往那個升高的那種 方便去評估 就有點真的是說 坐在轎子上的人 現在可能已經都昏了 抬轎子的人越抬越過癮 希望核子彈最後什麼化學武器都出來 現在這場戰爭就變成 好像是真正是 遠在天邊的人 在那邊不斷的怎麼樣 能夠使力 不斷的給他 往他想要帶的方向去帶 那麼我覺得這個是蠻不好的 那真正受苦的 真正在付代價的 說實話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烏克蘭人民了 那烏克蘭領導階層 他自己不在乎 他自己老百姓的話 那你真的也沒辦法 結果折倫斯基 你看他到戰場 或者說他看到他這些的軍人 他有真正 我覺得他看起來 沒有那種撤影之心的感覺 你沒有真正 對看到這場戰爭 而且這場戰爭真的是一個 不是一場要把他國家毀滅 要攻佔 攻城掠地 要把今天烏克蘭這個國家 從地球上掃光的這場戰爭 這個二次大戰時候的戰爭不一樣 二次大戰的話 這個就是侵略 就是消滅 就是佔領 就是我的帝國的擴張 那今天這場戰爭不是那麼複雜 那基本上俄羅斯講的話 就是去軍事化 去納稅化嘛 那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很多地方真的一開始 我就認為在談判桌上 都可以談得解決的 而是現在這個折倫斯基看起來 好像你看他的談判的態度 一旦得到西方比較大的這個支持的時候 他態度馬上就變了 那麼跟著他得到多少外界的支持 來決定他打這場戰爭的 是要再加碼呢 還是又變成有點懷憂上志 都沒有 另外一方面俄羅斯 這個烏克蘭還有一些發展 那個烏克蘭現在已經變成一人專制了 就是折倫斯基 那麼反對的聲音 基本上內部的已經都被他清除了 所以事實上他在內部 事實上在整個控制他的輿論 事實上控制烏克蘭人的政治選擇這方面 我覺得也不是應該發生的 還是應該讓烏克蘭人民有不同的意見 在這個時候決定烏克蘭命運 不是折倫斯基一個人決定 現在看起來就是折倫斯基一個人來決定 烏克蘭人現在已經跑 一千多萬人是難民了 而且你看西方這些媒體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有一點的幫兇的感覺 越來越不再報導 今天烏克蘭老百姓的這個處境 他們會報導說哈爾科夫 在那個地下室裡面 這個地鐵裡面 這些小孩子還活得很好 還在跟家人都過得很好 有水有電還在那邊玩遊戲 這種報導是反映出 今天烏克蘭人民的主要的生活型態嗎 好像一點事都沒有 那今天跑到烏克蘭 跑到歐洲境外的很多烏克蘭的難民 現在我們今天有些報導 已經有的很多女性遭遇到 在她自己國家不會遭遇到的 這種惡劣的待遇了 已經都出現了 那怎麼西方的媒體統統不報導呢 報導的只是說 俄軍現在怎麼樣遭遇到多大的打擊 你為什麼沒有把這個關懷點 放在這個人民的身上呢 今天烏克蘭人民過的是什麼 什麼樣的日子 對不對 哈爾科夫現在已經是一片死沉了 可是你還要怎麼樣 今天俄羅斯 我在看俄羅斯爆出來的新聞 那又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俄軍在哈爾科夫郊區 哈爾科夫的老百姓拿俄羅斯的國旗 再歡迎他們 對不對 所以這種報導 我覺得西方應該要秉持一個 比較客觀公正的旅行來報導 然後讓烏克蘭老百姓有一個選擇 現在折倫斯基這種選擇 我覺得只會導致烏克蘭進一步的毀滅 那麼你真的說世界第二軍事強國 就可以讓你今天烏克蘭就可以把它擊潰嗎 普丁是身經百戰的一個領袖 他就會這樣子會讓他摸摸鼻子 就率兵敗軍回去嗎 不可能的 這個我們看都是不可能的 而且雙方實力差距很大 那麼澤倫斯基演到現在 變成世界第一網紅 沒錯他現在是大家都在關注他 天天他好像是大唐帝國一樣 在長安各國的萬邦來朝 可是他的老百姓是怎麼樣過火 他的老百姓還有未來嗎 他經濟今年跑掉50% 他怎麼恢復 他將來面臨饑荒 他怎麼解決 他永遠都要去靠別人來幫助這個國家嗎 天天在跟別的國家要求 你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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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不是常態 我是覺得像哲倫斯基這樣領袖 我只能說就是說 招致亡國 招致滅種 都是這種領袖造成的 是 那我們也要請教施教授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確實有 哲倫斯基一個人 常常就是有這個 跟誰演講啦 或者是公開啦 來喊話等等 現在他也認為說 這不是只有他們的問題 全世界人都要關注 全世界的人都要跟他們在那一起 你知道他 話又說回來啦 我們看到 一世大戰 二世大戰 我們知道 一世大戰 就是在賽爾維亞那邊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暗殺嘛 北京南大公司的事 這是奧國的繼承人嘛 就被打了嘛 所以我們 我們一直認為說好像很好玩的樣子 這是一個虛擬的戰爭嘛 然後他在做網紅 但不要忘了現在已經核子武器 已經出來的 那我會認為說 應該如果真正要打起來 不是戰術的核武 應該是戰略性的 也就是現在不是俄羅斯跟烏克蘭在打 是俄羅斯跟美國在打 美國在玩俄羅斯 所以因為我們知道 黑海艦隊在那邊其實是 沒有用武之地嘛 就卡在那邊 在池塘裡面啊 你有什麼用 所以真正的是在北方艦隊 跟太平洋艦隊 那些潛水艇這個部分 所以到時候打起來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不太願意見到的 第三世界大戰 也就是說剛才大使也提到 就是相互保障毀滅嘛 所以大家都不該在動 OK 不是說你打一個廣島 打一個長旗 就是這樣 現在接下來不是這個樣子了 那我回頭再講說 那你要把他逼上牆角 你到底要什麼呢 畢竟普丁不是伊爾卿 不是哥巴其胡 同樣我再講一下 習近平不是鄧小平 也不是毛澤東 所以美國要玩這些幹什麼 明明你已經衰退了嘛 OK 你就讓大家平起平坐 就好了對不對 你已經真的已經吃老本的 美國現在就是現在看到 西歐國家吃老本 不過撒小樓勇嘛 我坦白講就是這個樣子 你又不敢承認 塞龍去修帕 就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其實還是滿惡毒 也就是說川普 川普的話 他就像修帕爾啦 然後我覺得拜登是比較陰 比較晚狠一點點 我現在看到的有點像是美國 當時或者英國 或者是美國 他是塞龍日本去打 這個韓國嘛 佔領東北嘛 然後去對付俄羅斯一樣 差不多都是一模一樣的啊 那我們其實說 因為經濟不景氣 你們就是這樣 然後你們都玩這個東西 是不是啊 然後戰爭越打 他們就是繼續的賣他們的武器 打得越久 對我們來講可能是一件這個 對我們來講這個錢 才能夠繼續對他們的經濟成長 也許是好的 但是看到其他國家 我們看到剛剛提到韓國 好韓國現在呢 根據美國之音的報導說 在2月調查有7成呢 南韓的受訪者 他們支持 國家要來開發核子武器 但是在美中英法爾 在1月份才簽署了一個 防止核戰 跟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 所以現在這個聲明 要防止核武擴散 美國陸軍對於南韓部署核武 其實也抱持的一個是遲疑的立場 而且呢 南韓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締約國 而且還要求北韓無核化 這個部分請教指導 其實針對剛剛的這個核武的議題啊 你看俄國跟美國的這個數量 相當於是其他 三四五名的國家的大概20倍 那過去當然是美國跟蘇聯 長期在軍備競賽上面的這個競爭 導致他們的這個核武的數量是非常非常多 就跟剛剛所講的一樣 相互保證毀滅嘛 美國跟俄國互相把自己 把對方視為最大的敵人 最大的隱憂 那有這樣子的這個 驚人的數字喔 那不能說它只是個擺設啦 但的確擺在那邊是會產生一些恫嚇的這個效果 但是也請教一下各位觀眾喔 如果說今天烏克蘭 跟俄羅斯必須要走到核武作戰這一步喔 以俄羅斯的最佳戰略或大家試想 如果你是普丁啦 你今天要按下這個核武發射的這個飛彈 按下這個按鈕 你會選擇哪裡去打 你會不會打烏克蘭 打烏克蘭的戰略意義又是什麼 那你要選擇哪個國家 作為你發射核彈的這個策略 是最有效的喔 那當然核彈 它是動喝 擺在那邊動喝效果就很強喔 所以大家才會那麼的害怕 所以希望就是各國自治嘛 但是如果今天美國一直推波住來說 欸有可能有可能 其實一部分也是要相信一下美國的情資 以及我們現在預測喔 現在當然戰事越來越發的緊張 然後各國的經濟制裁以及 這個北約的這個裝備資源越來越多 然後艦隊被擊沉這個狀況 未來當然是這個戰況是更加的嚴峻喔 所以不防試想 如果我是普丁 我幹嘛打烏克蘭 打烏克蘭可以讓戰況趕快結束嗎 其實我覺得未必 打烏克蘭可能會讓北約的國家群其而攻之 然後覺得說欸反正烏克蘭雖然不是 就是不是我們的領土嘛 那我一定會跟全世界說啊你 俄羅斯動用核武啊 泯滅人性啊 違反國際公約啊 然後大家繼續圍著你嘛 大家繼續針對你 然後要做攻擊 反正烏克蘭的人民 依照現在的態勢 但是死了多少 北約國家或美國他們也不在乎 完全不把它當一回事 烏克蘭的國家人民正在受苦啊 那如果說今天烏克蘭被核彈攻擊到 美國跟周邊北約的國家 當然還是跟沒事人一樣 就反正繼續 烏克蘭繼續抵抗啊 我北約一定會支持你啊 裝備繼續運過去啊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普丁如果說如果是我啦 而且烏克蘭跟俄羅斯又有相連 其實核彈的影響跟威脅 也並不只是一瞬間的爆炸 它還留著當地的地區破壞 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才可以把輻射給清除 不然不管是當地的土壤 或是當地的動物 那都會對人體造成影響 所以說你今天要動用核武 然後去攻擊烏克蘭 我覺得是比較不可能 烏克蘭被攻擊 對俄羅斯結束戰局來講 可能沒有好處 因為其他國家還會叫 烏克蘭繼續停下去吧 我們繼續幫助你啊 雖然嘴巴講講 那如果我是普丁 或是在座各位 如果你是觀眾 你是普丁現在的心情 我會可能會去攻擊北約的國家 我可能攻擊北約的國家 因為核武就是恫嚇 北約現在做的事情不就是 雖然沒有在烏克蘭當地直接派兵 直接戰車啊飛機過去 但是所有的資源 所有的經濟上面 全部都是一面倒的偏向烏克蘭 那當我已經走投烏路了 因為我相信核武是飛到最後不會去運用的手段 相互保證毀滅 等於是相互保證毀滅 那當然是一方說我已經發射了 那我就是要你死我活嘛 就是我也不要玩了 所以今天有沒有辦法 我們今天當然都不想要遇到互相毀滅這一局嘛 因為你不要說有5000多發核彈 那光是英國225發的這個核彈頭 你在世界各國這樣灑出去 其實整個地球差不多完了 所以才會說 這個不只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事 這是整個全世界的事情 你怎麼知道俄羅斯一發瘋 或是普丁他決意按下這個按鈕 要打個魚絲網坡 就最紅的這個四個字嘛 就是最近最紅的 魚絲網坡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要出什麼招 至少我知道打烏克蘭 把核彈丟到烏克蘭 不是他的最佳戰略界 那可能去丟哪些國家 讓他們的不管資源也好 或是對他後續的戰術運用也好 會最有幫助 我覺得不是烏克蘭 那有沒有可能是北約 甚至是美國呢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的成分是 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他呢 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他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他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百次都沒有問題喔 很好奇到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底